我们教材的五百四十三页 双生蝶蕴和古音通甲 这个双生蝶蕴想要了解 就是古代的双生蝶蕴和古音通甲 双生蝶蕴 古音通甲都需要的是上古音 都知道古音通甲 通甲字实际上就是古音通甲 它本来是语言系统中有这个词 词记载语言的汉字系统 就是记录语言的复号系统汉字 也有这个字 但是使用汉字的人临时的找了一个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 来代替自己要用的那个字 这就是构成了通甲 通甲有的时候一个是仓促 之间找不着呢 就是原来本应该用的字 或者是呢 验用了已有的习惯 别人那么用了 他也在接着那么用 不管哪一点都是呢 找的是声音相同和相近的 这个声音相同和相近呢 它主要是指的是上古音 这个运步前面说过 生母方面就是我们教材544页 544页 这个呢 这张表 544 545 这张表 见 七 群 一 这张表 如果 咬 一 来 和 日 五百 四十五页 五百四十五页 这个 咬 这张表 这张表 这是32个声母 这就是上古汉语的生母系统 上古汉语的生母系统 这个生母系统 这是王立先生在汉语诗稿里边拟定的 后来王立先生在他的同源字典古音说略里边 包括他就是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里边 他又细收了就是李荣在切语音序里边考证出的这个四母 他实际上他关于上古生母是33个生母 我们这个教材因为他这些比较早时候编的 就是用的是这个32个生母系统 唐泽帆先生的音语学教程201页 这里边也列了一张表 他也是根据王立先生的汉语诗稿 汉语诗稿里边就是 32个生母的这个说法 这王立先生的古代汉语中列的这32个生母 每一个生母他的音质情况可以参看着 这个唐作帆先生的这个教材啊 每一个人移过去 每一个生母里边包括哪些字 每一个生母里边包括哪些字 可以呢看这个教材的 复路四六百八十九页 六百八十九页 上古生母 即常用字归类表 前面呢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啊 运步归类表 这里边呢是呢生母归类表 比如说迎母字都有哪些 小母字有哪些 在上古的时候 贱母字有哪些 这个表啊 他呢都有都有 但是王立先生他的这个上古汉语 这个生母归类表 包括运步归类表 他这个呢用起来方便 但是也有啊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拿出一个字来 你呢知道他是哪个运步的 是哪个生母的呢 不太好确定 还得重新去找 知道他是哪个生母的 再去哪个运步的呢 也不太好找 原来呢我们这个董志乔老师 他呢和南开大学就是杨林 他们呢先生他们一起年 主编的这个古代汉语 我把这两张表又做了一个重新的安排 就是呢在运步这一部分 给他呢加上了 筑上了生母 就是这个比如说是这个织布字 属于邦姆的有哪些 属于呢帕姆的有哪些 而在运步这一里面呢 我又把它呢加上了呢 就是这个生母 比如说 比如加上了运步 比如说霞姆字 这些里面 哪个是属于织布的 哪个呢是属于呢 就是真布的 哪个是属于鱼布的 这样呢用起来就略微方便于了 拿过一个字来就知道 首先去检索啊说这个呢在这个 哪一些是霞姆的 到这里面一找啊 这霞姆里面呢有哪些 它又是哪些运步 说说这个运步 织布字呢有多少 就到运步里面去找 而这个织布字里面又分成 多少个呢 生母这样用起来 就是呢略微的方便一些 略微的方便一些 这是呢这是题外话 下面呢我们呢就讲一下 上古生母系统研究的几个主要结论 主要几个主要结论 关于这个生母的研究啊 它是呢早期的这个上古生母系统研究 上古生母系统的研究呢 它是晚于上古运步系统的研究 它是从清代的前大新呢开始的 前大新他是和呢 这个戴震段玉才他们呢 是同时代的人 他呢就是最早就是讨论到生母问题的呢 是这个前大新 这个后来又经过呀 这个张太炎张炳林 经过黄侃经过僧运前 经过王立陆志伟 李方贵董同和等人呢 这个他们的奴隶 这上古的生母系统呢 就是大致的 就是搞出了一个呢 基本的系统 但是呢上古生母系统不像上古运步系统 运步系统啊 大致成为定论 如果有修补的地方不是太多的 生母系统呢 现在呢 这个人们还在探索着 还在探索着 它的探索着啊 它主要是呢 有两个方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呢是在材料的使用上 材料的使用上 我这事先呢 说一下 有 这个 像 先秦两汉中的译文 就是同一个句话 同一个人名 在不同的书里边呢 有不同的写法 比如说像福西 又写成 朴西 写成这个样子的 它呢 这像属于译文情况 比如说义呀 这个人名 又写成 敌呀 义和敌 像这个都属于译文情况 还有呢 声训情况 就是声训 先秦友 孔子讲 正者正也 正者正也 这就是用的是 声训 像孟子书里边呢 也有呢 好多声训 汉代的声训呢 更多 刘西的诗名 就是全部使用的声训 来探寻 就是人们使用的 万物 这个呢 他们得名的由来 这是属于声训情况 还有呢 就是阴柱情况 阴柱情况 这个一体字的问题 通甲字的问题 包括连绵字的问题 这是呢 早期的研究者 早期的研究者呢 也就是考虑到 写声字了 但是用的呢 不太充分 不太充分 从 这个瑞典汉学家 高本汉 他在汉字分析字典里边 全面地分析了呢 他是或者分析了很多的 就是呢 这个形声字 后来的中国学者 董同和 在他的上古音韵表稿里边 也呢 使用了 协声字 这样呢 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如果呢 补充完全 就是把这个协声字啊 完全彻底的 分析 引入的话 只是根据 就是呢 一文 声训 就是注音材料 通甲字啊 早期的研究者 得出的上古汉语 只是呢 单声母 就现在的波波摩佛 如果呢 把协声字 全部引入进去 再加上 联系着一些 就是啊 亲属语言 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 来考虑 这样呢 又有呢 不只是单声母 还有一个呢 副声母 副声母 早期的研究者 主要是呢 得出的结论 是呢 单声母 后来呢 又有啊 副声母的说法 副声母呢 有人认为有 有人呢 认为没有 也是在争论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 上古声母系统 还没有呢 就达到一个最后的 就是一个呢 被所有的人 大致承认的呢 就是这个呢 这么一个系统 还在争论着 还在争论着 这个我们下边呢 就是啊 介绍几个主要的结论 几个结论 上古 就是呢 丹复音声母 研究的重要结论 重要结论 第一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叫做古清纯音 古清纯音 这个古清纯音 它是清代学者 前大新提出的 提出的 什么是古清纯音 古清纯音 古代没有非福凤威的音 都被归入众传生母 帮胖病名里面 坐下吧 这个清纯音 三十六字母里边 有呢 重春音 帮庞病名 清纯音呢 非福凤威 这个说法 这个说法呀 它是呢 前大新的这个说法 是表示 三十六字母里边的 这个清纯音 清纯音 非福凤威 都归到了 重纯音 帮庞病名里边去了 分别归入 非归入帮 这个 夫娘归入庞 凤归入 归到呢 这个病 威归到了 名里边 去了 我们看一下教材 看一下教材 教材的 六百九十八页 六百九十八页 纯音 纯音 帮 包括呀 中古的 帮和非 中古的 帮和非 它这呢 把它分开了 分开 分成两类 上面八打头的 下边是发打头的 这个八打头的 这一段的字 都是属于呢 上古是帮母 中古也是帮母 下边的这些呀 上古呢 是帮母 中古是非母 帮也是这样 它包括中古的帮和夫 像爬 帕这些呢 是帮母 而夫 福 等呢 是呢 父母 并 上面这些 像拔 拔 这些 他们是呢 上古是并母 中古也是并母 而呢 像这个伐 伐 上古是 这个 并母 中古呢 是 这个 凤母 32个 32名 像马 马 是呢 上古是名母 中古也是名母 这个 像这个 袜 乌 齐百叶 这个 上古是名母 后来呢 到了中古 就是啊 变成了 这个 微母 教材上讲 上古 中古 上古 中古 它呢 这个是 按照36字母来的 前面我们介绍广运的时候 说过 到了广运的时候 中古音的代表作 帮帮帮并明和非夫奉威啊 还没有分开 非夫奉威呢 还是归在帮帮并明里边去了 我们呢 应该做这样的理解 他说的是中国 实际上指的是36字母 唐墨送出时候的寓音 成熟于公元601年的切运 包括后来 在这个基础上 修经的 1008年 就是啊 出版的这个呢 成熟的这个广运 都是呢 非夫奉威 和帮帮并明啊 是呢 在一起的 在一起的 这个说法的提出 有好多的 语言材料 可以呢 帮助我们来辨认 来就是啊 来确认 比如说 从译文材料 译文材料 比如说 像这个诗经小雅 车宫里边 他有 就是啊 东有福草 东有福草 这个福 这个杜福的福 而在这个寒诗里边 做成这个谱 但是这个谱呢 在上古 他是读邦姆的 是邦姆的 这个译文材料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比如说 还有 像这个 诗经其诗 以 诀 四识反戏 反 他写成了 在这个韩诗里边呢 写成辩 译文材料 是这个样子 还有 就是 论语 现问 里边有一句 子共方人 子共方人 他是子曰 子共方人 子不曰 曰 次也贤乎哉 夫我 则不暇 方人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正玄的本子 这个方就是 棒 棒人 棒 棒是什么意思啊 棒是什么意思啊 子共方人 说 次 就是子共 这是你很贤明了吧 我就没有这个时间 这个方是 这个棒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 邹继讽 齐王 纳贱 有一句 有棒寡人于世朝 而问于寡人者 受忠赏 谁诽谤他 受忠赏 是这个意思吗 批评 指责 批评 指责 忠性词 如果不怀好意的批评 指责 这就是诽谤 诽谤 但是棒的本意呢 就是 批评 指责 这是属于词意 由忠性 像呢 贬义 就是演变的 一个典型的例证 典型的例证 像在上古 有好多词 实际上 他后来都在用 但是意思啊 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棒是这样 比如说像污蔑的污 污蔑的污 后来是污 但是呢 在本来的意思是呢 按照说文的解释 加也 加也 就是啊 夸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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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别人 说别人的坏话 夸大事实 这就是污蔑 他两个词意的演变呢 是一样的 这个指导 不要拿出来 以为棒就是诽谤 不是的 他是批评 谁诽谤 这个国军 国军在给他受忠赏 这个国军有病了 那诽谤他怎么能给忠赏 批评 指出他的不足 指出他的不足 像这种情况 这是一文情况 从协生情况看 比如说 像这个非 非 非夫奉威 有非得音的字 像这个悲 像这个悲 都是呢 帮母的 都是帮母的 像这个 还有 比如说 像这个生讯材料 生讯材料 像法 失明的解释 逼也 逼迫 人 莫不欲 得其治 逼正 使 有所献也 一个人 想着 就是 想要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做事 国家制定法 就是唯一 让他 就是按照正路来 他是 非母 他是帮母 是帮母 还有 比如说 在世洲国里边 他讲的 大帝国 大约帮 帮者 封也 帮就是封 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权 人民 土地都算上 这就是帮 帮 治国安帮 强调 一个国家 领土的边界线 就是封 赢考书 为赢古封人 掌管 一个国家 边界的官 他们两个呢 运 都是东部 这个呢 生呢 他是帮母 他是 非母 他是非母 像这种 这种情况呢 包括呢 就是这个 其他的 非 就是啊 包括这个 凤和病 也是呢 这种情况 这样的材料啊 是那个比较 比较多的 比如说 像这个 施工室 房 房子的房 他说是啊 旁野 旁野 后来有 耳房之称 哎 就是呢 两房正规建筑 两边的房子 房是 凤母 旁呢 是 病母 这是这个生训材料 这样的材料啊 是呢 就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在试饮时 生训材料 暴雨 他解释 暴 福也 福也 他说是啊 把这个东西呢 埋藏 使福 秀也 福臭也 哎 这个暴 暴呢 使病母 福呢 使 凤母 这是这个生训材料 反切材料 反切材料 比如说 像切韵里边 有 皮 皮 它呢 本来 应该是 病母字 它用了一个 腹 鸡 鸡半的鸡 来自外呢 这个反切 上字 它是病母 它呢 是 凤母 凤母 所以 这是呢 青春音 青春音 应该归到 众春音里边的例证 这样的例证啊 非常多 比如说 现在 就是啊 在有一些方言里边 像潮州话 房子的房 它还念读成房 就是生母 还是读波的 读波的 像这个潮州话这样 福州话呢 也这样 建欧话 厦门话 他们呢 都是呢 把 就一些 就是后来 就是呢 读成 佛的 凤母字 它呢 读成了 这个 波 清音波 或者是呢 拙音波 比如说 像这个 分 在厦门话里边 读成了 而再呢 这个 有人 就是列举一条材料 这个在座的估计是有苏州人 他们认识上有的材料上讲 说是像房 房位的房 苏州话读 房 是以前是这样读 现在是不是这样读 说不清楚了 因为呢 它保留着呢 权着的 房 权着的这个 这个生母 这个生母 这是有的材料上 是呢 是这样 这样讲的 这样讲的 像这些情况 其余的 就是呢 比如说 非福奉威的威 读成名的材料 比较多 像 大气 晚成 老子里边的一句话 而呢 就是 博书老子 这个晚 就写成了 免 一个是 晚是威 非福奉威的威 免呢 是邦康并明的明 这个 像这样的材料 比较多 比如说 从文得阴的 像明 从王得阴的 读 芒 这个芒 这样的材料啊 就这样 更多了 更多了 像反切材料 比如说 像煤 煤 它 反切材料呢 有 五碑切 五 微母 煤呢 明母 它用它做反切 显然呢 反切上字与被切字 生母相同 这个呢 其余的 比如说像 美 美 切韵 五 彼 切 五 微母 美 明母 它们两个 相同 这样的材料啊 这是呢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像这个各个地方方言有 比如说像这个的啊 王立先生在汉语语研究里边 包括呢 后来他写的汉语词汇诗里边 他列举了好多 像汉 古汉语 汉语 包括呢 朝鲜 汉字 他写了一篇呢 就是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日语中的这些借音里边 这个汉字 包括这个的 这个无音呢 汉音呢 有一些呢 还都保留着 就是呢 古无青春音 这样的 这个材料 这样的材料 比如说 像这个汉 这个汉 汉道 有人说无方言 读成蜜道 在日语里边 汉呢 也是读成蜜的 蜜的 就是呢 在这个 在这个 日语无音里边 他呢 还是读成蜜 像这样的情况啊 比如说 像这个房子的房 在日本语里边呢 他生母 读成 还是 这个 这个呢 还保留着 就是啊 就是啊 权着的 所以有人呢 以前呢 写过文章 他说 钱大新说 古无青春音 他想着 要论证一下 说古无重春音 后来王立先生讲 王立先生讲啊 就 以往的材料 他说是呢 你可以证明 就是古无重春音 说钱大新呢 也拿到这个材料 也可以证明啊 古无青春音 但是现在 现在为什么 就是人们 认为是古无青春音 而不是古无重春音呢 就是在现代方言里边 没有一种方言 里边有 这个呢 就是只有青春音 没有重春音的 相反的 到有一些方言 只有重春音 没有青春音 或者是重春和青春都有 这个不只是这样 根据格里姆这个定律 就是在印鲁语里边 包括这个希腊语 就是古拉丁语 后来的演变 比如说像这个 发的父亲 做父亲节 这个意思呢 在古拉丁语里边 好像是读巴 他也是读波的 这种 这是一种呢 人类语言 共同的演变的一种规律 先有波 后来呢 有波 汉藏语系的其他语言 也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这些材料 人们可以证明 说古无重春音 所以有人提出这个主张 他认为这个学说挺好 后来王立先生专门写篇 写文章 写别的文章的时候 他介绍了 他说这个不能这样讲 他说因为呢 就是 钱大新也能证明 古无这个 你说的是古无这个的 古无重春音 他说他同样可以证明古无 清春音 就是你那个材料 但是呢 因为现代方言 有的有重春音 也有清春音 有的只有重春音 没有清春音 没有一种语言 只有清春音 没有重春音 他说所以古无清春音的说法是成立的 是成立的 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 的 结论 好 的 又 中��� 第一个 我 再